你什么时候碰到简阳的 之前休息的时候 厕所旁边的安全通道 还说没有投尺堂 以后厕所不许随便乱去 打了报告 批准了参与去 报告 报告 干嘛 尿急 好运来的鬼切起头膀胱的 你不许去 复盘上一场比赛 老毛 之前你不是说酒吞肥了无解吗 无几个鬼啊 这不还有鬼切吗 我 你看人家好运来的鬼切 你为什么不会啊 为什么不会 不 童谣 你 你让他上厕所吧 放了这家疯狗吧 你不是要去厕所吗 过来 我检查检查 你有没有藏堂 收拾扶枪 腿打开 鞋底里还有没有藏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这样顺便你可以监督一下 臭流氓 撒谎 看什么看 刚才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之前输了比赛 丛哥总是板着脸 谁敢说话就是不知反省 拉过来当场军钱账兵 这回不用怕了 他心情好得很呢 就跟隔壁CK战队 打了一百万假赛费到他账上赢 你辛苦了 我也这么觉得 这里是2020年OPL职业联赛 全国联赛CK战队对战 ZGDX战队的第三场比赛战场 现在BP环节已经结束 我们马上正式进入比赛 现在中路双方开始兑现 荒这个智神在前进和玉藻前兑现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点吃亏 但是如果Smiley能拿到一些人头优势 那荒这个智神就非常容易掌握主动权 杨神在上面也去刷盐 而ZGDX这边 老K刷完这个提灵能到四级 这样的话不管是去中路或是下路 老K你还要刷多久的盐 来下路蹲一波 我感觉简单要了 好 老K刷完盐已经蹲在了下路草丛 小胖往前上一步 来了 老胖 打 老K进线 哇塞 老K出哥 别让他走 杨神出手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拉一点 我拉一点 好 好 好 哇 Smiley在脚花大刀身边 直接一趟技能夹进食 带走他 完成蛋撒 看到这一幕我在猜想 此刻无论是在看直播的 还是现场的ZGDX战队的粉丝 都可以放心了 前段时间没有参加比赛 丝毫没有给Smiley的状态造成影响 老公走 先去中路 再被抓就难打 双CV人手一个人头 事业都被他们给抢完了 小胖老K 你们当时也给抢两个呀 好 别吵 先让我把钱和经验吃完 他们那是怕抓他们的 大不了就让老K死抓上路不去中路 反正对面杨神又舍不得抓你 胖 你现在都挺敢说的呀 小心一会儿诚哥也送你去上青天 你话那么多你怎么不把视野站一下 我就不 我穷我要刷野 优势局你们都还这么小气 烈士局的话还能打吗 还说杨神是不会来中路的 我看他怎么也不像是 小胖老K 杨神是不会谢 笑什么笑 你的尖叫声全场的粉丝观众都听到了 不可能 刚才听到了在ZGDS的电脑群传来的一声女性的嘶吼 惊天地气鬼神啊 怪不得都说ZGDS对吧坏人了 没错 来 我们打一波大蛇 好嘞 老猫 老开 你们在车坑上面 朋友在车坑左边 小胖跟我一起 在车坑中间 来了 上上上了 上 ZGDS太打蛇了 他们开始了 不急 他们打得没那么快 先集合 我们马上到 好的 腰车也开始打 先好集合了 小心 对面来人了 还打吗 我降服还没好 不然被抢了太亏了 走了吧 走了吧 撤了 来 刘好技能 我们去草丛里等着 反蹲一波 好 好 不对 他们没有回程 而是蹲在了野区 但是野区这个位置打起来 上 上 打起来了 杨石没什么 我来了被买了 蝴蝶 我在打 我在打 老猫被三连扣住了 我被切了 老王你人哪 我被控了 秒掉了 小猫上 追 小猫看到 来了 蝴蝶危险了 是神兵 双杀 双杀 长不大吧 龚呀 逃人来也被秒掉了 现在就看小猫的了 小猫能不能跑掉了 一波后 小猫 哎呀 小猫也被收了 杨石快走 这位一波 这一波操作太久了 只是可以再一波 不要追了 追 中路有限 退上去一波了 好 好 一波一波一波 来来来来 现在我们看到 ZGDX已经推上高地 对面只剩杨石一个人了 差来是一波了 一波猫一爬 你被吹回 杨石一人无力回天了 但是杨石上了 好 上上上 点基地 不管他 不管他 好 你 基地 基地 要罢了 要罢了 快快快 宗星 敌军地 还是战队 独无独猛 屏住全国在四桥 宗星全国在四桥 太棒了 快 出现了 你 rebound si 你赢了 你赢了 你赢嘛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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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你赢了 我赢了 反过的 你赢了 赢了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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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知道 那天你说我们不合适的原因 祝你幸福了 我说了还要再来握手的 你看真的来了吧 加油吧 希望能在世界赛的舞台上再见 好 世界赛见 一言为敌 走吧 走 快速公射 走 漂亮啊 来 名神 来 小胖 加油 老孟 老K 走 路悦 来 小姐姐的 然后诚哥的 总决赛 加油 看什么呢 之前YQCB赢了FNANTIK 拿到全国总决赛门票那天 隔壁站队老板就站在门口 手上拿着一大大红包 队员们一个一个下车领红包 红包还很厚 而我们 而我们并没有 凭什么 同样是进了总决赛 为什么隔壁就能拿红包 而我们只有糖和贺卡 连一餐好吃的都没有 我不平衡 我觉得自己遭受了歧视 其中考试考全班第二 现在期末考试 争一把二比较稀罕呢 还是一直以来 全班到时候 现在也争一把二比较稀罕 我们进入全国总决赛 是达到了我们以往的基准线 所以有什么好奖励的 呐 酱你个糖 诶 诚哥 那什么 我有事跟你说 怎么了 陆思诚 你没有心